给你看个好玩的 刚刚那段灯光秀呢 我一定从天亮晚到了天黑 好了言归正传 来和大家聊一聊这台车的几个关键词 让大家看看它究竟有多厉害 1225匹马力 百公里加速1.9秒 还有它两门两座的座椅布局 还有它百分之百的 这个碳纤维的外覆盖 以及它前后双电机四驱 这些关键词已经让你觉得 这台车真的是有点东西 我们再来侧面看一下 那么来到侧面来看 你不要看这个轮圈的这个尺寸 只有区区的21英寸 但是它这个轮胎的配方用的都是航空胎级别的配方 比如说它有一个低深热 还有低膨胀率的设计 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细节 那么绕过细节 我们再来看整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两个叠翼门了 那问一下屏幕前的大家知道叠翼门跟剪刀门有什么区别吗 你知道吗 不知道要靠鸡腿 过来这边看 那么叠翼门呢 它的脚链是在A柱这块的区域 而剪刀门它的脚链跟我们普通的车型上的脚链一样 都是在一个前挡椅板的这一块区域 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车型理论上都是可以改造成剪刀门的设计 但是没有办法改造成这个超跑才独有的这个叠翼门的设计 那哪些比较厉害的超跑用了叠翼门呢 像法拉利的拉法 麦卡伦的F1 还有保时捷的P1 它们都采用了这个叠翼门的设计 那再补充一个没有用的冷知识给大家 历史上第一台采用了叠翼门设计的车型是哪一台呢 是来自阿法罗密欧的这一台上涂 这台车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台阿法罗密欧的车型 是很符合那个年代的审美的 所以它也被称之为那个年代最美的一台超跑 那这一台车呢 当然很符合我们当下人的审美 那大家能够看到 它呢采用的是一个前低后高的这样一个 歇形的车身姿态 从它的前脸呢 你就能感觉到它非常强烈的这种侵略感战斗气息 那我们现在站在尾部 大家也能够看到这边底下非常大尺寸的扩散器 再加上它上面这个可升降的超跑专属的这个电动的尾翼 那么它呢也能够提供给整个车身非常好的一个气流的这个性能 所以呢官方也称这台车呢 它的整个气流性能啊 是接近于F1赛车才有的那样的一个设计水准的 那除了大家能够看到它整台车到处都能够找到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质 让大家感觉到血脉膨胀之外 它的这个车漆呢也是相当有东西的 它的工艺呢是6B4C 6呢是6次的喷涂 4呢是4次的烘烤 而它的这个整个工艺啊 需要员工50个小时才能够完成 也就是说光是坐这个车漆 这台车呢一天的产能就只有一台而已 那说到产能呢 目前啊艾恩也是给它正在打造和建立 就是国内的这个唯一的这一条生产线 那么呢最快是在明年10月份 可以跟大家呃见面去进行量产交付 那么今天呢也是比较遗憾 我们没有办法坐进座舱来和大家聊一聊 它里面还有哪些非常特别的部分 但是我个人呢其实最关注的就是 它座舱拥有的一个电子超跑的声浪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点 但是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呈现 其次呢还有它的这个仪表屏和中控屏啊 都是有一个赛道版的专属的那个画面的呈现 那也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来看一看 但是啊大家能够看到的是它整个座舱的这个战斗气息 它的氛围感都是拉满的 所以呢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店爱安这一台上海第一家体验直营店的整个过程了 那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它非常的去接近造车新势力 他们现在能够达到的一个最高的水准 就是让人呢来到了这一家店会非常期待买车的整个过程 以及呢未来成为爱安车主之后啊能够得到的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些服务 我觉得都是非常让人值得期待值得去想象的 其次呢当消费者走进这家店啊能够看到这样一台电动超跑停在这边 也是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爱安满满的造车的实力以及它的底气的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探店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对这款车型还有任何疑问或者对爱安的整个体验的这个服务模式 还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来告诉我吧 我是玛丽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